下一颗太阳星 太阳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喜欢照顾别人 很喜欢燃烧自己奉献的这样子的一个星药 当太阳星放在你的感情相关宫位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会希望我能够找到的这个对象呢 能够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照顾着我 要很有能力很有肩膀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这样子的对象会很像谁呢 想一想是不是会很像那种一家子组 很像我的爸爸我在看爸爸的样子哦 所以基本上呢 我会想要一个很像爸爸一样的人来照顾我 当然我在对待我的感情对象的时候 我也有可能像爸爸一样的去对他哦 所以在太阳星在夫妻宫的时候呢 除了我本身就喜欢的照顾的这个条件之外 有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 要稍微加强一些哦 好下一个太阴星 太阴星呢就像太阳星一样哦 它是一个很喜欢照顾很温暖的一个星药 只是对应太阴星呢 我们付给它赋予它的 就像是妈妈一样的一个很温柔的 很心思细腻的状况哦 那这样子的一样子的对象呢 对男孩子来说 我喜欢一个很温柔的很细腻的对象 很女性化的对象 Bird Bomb嘛正常都是这样子的哦 但是如果放在女孩子身上 我的夫妻宫有颗太阳星哦 这时候你总不能说你这个女孩子呢 你天生就喜欢娘娘腔的人 万万不可这么说哦 你可以讲这个 我喜欢一个很温柔很细心的男孩子 就是我们白话文的暖男哦 知道吗 暖男 暖一个人叫暖男 暖很多人就叫中央空调了哦 所以太阴星那个小心一点哦 其实太阴星有暖男的特性哦 下三个先放给大家看 下面这三颗星呢 七煞 破君 贪狼 这三颗星呢 代表的都是我们人类天生 原始的欲望 原始的动力哦 所以当有这三颗星 出现在感情宫位的时候 基本上呢你就知道 你具有在感情的部分 有天生的欲望哦 那七煞是一个什么样的行要呢 我们赋予给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呢 是杀手 老师杀手我去杀情人吗 不是这样子说哦 杀手呢 他是不是有一个坚定的毅力 我没有达到目标不停手哦 所以七煞 他是一个拥有非常坚定的 坚强的意志力 当我爱上你的时候 我就会永远的对你好 拼命的对你好 这个是七煞的特性哦 但是也要小心哦 如果你也找一个七煞的对象来哦 这个时候呢 我爱上了你 我就坚定不移 但我即使遇到了渣男 我也坚定不移 这就有点伤脑筋了哦 受伤的是不是就自己了哦 所以七煞星的杀呢 通常不会去杀别人 杀的都是自己哦 受伤的比较会是自己哦 七煞星 有了真爱就勇往直前哦 这个是七煞 那么下一个是破军星 破军星赋予他的角色扮演 就像是一个开国元老大将军一样哦 我拥有非常多的梦想哦 可以打下这个城池 就是我最大的志业 但你知道吗 那个大将军啊 不会只想要拥有一个城池嘛 这个有这么多的地方 如果通通都能够打下来的话 那就是我厉害的地方哦 所以破军星是一个拥有非常远大梦想的星要 他会去追求 他觉得这个只要是他的梦想 他就给他浪漫 给他追求 给他勇往直前哦 不共一切的就往前冲哦 所以破军星都会给人家有那种很浪漫的状态 还有可能会有很花心的形容词哦 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想的很多 梦想很多 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会去同时追求这么多的人呢 也没有哦 只是我骨子里有这样子的态度跟想法 实际上要看运线盘哦 那么贪狼星呢 贪狼星是十四祖星里面最大的桃花星药哦 所以当有这样子这么桃花的状态 出现在你的感情宫位内的时候 表示在这个时候你的桃花人缘是非常好的哦 这一个桃花星 这一个贪狼星呢 因为我拥有非常非常多的欲望哦 那我会让自己吸收很多的知识 让自己学会很多的东西 而去展现出我的魅力 自然而然我也会吸引到很多条件不错的人 跟我有互相对应的关系哦 我喜欢像这样子的人际关系很好的 人际高耸哦 什么都懂的人 自然而然也会去追求 有像这样子的对象 那么一样哦 就会有给人家稍微比较花一点的感觉 因为他们的条件很广泛 他们吸引到的人很多哦 所以这三颗欺煞破君贪狼 这种代表人类欲望的形样 出现在感情宫位的时候 千万不要离古书说 你这个就是很烂 没有哦 它就是我们欲望的呈现 怎么样的去表现 我对于感情的这一股浪漫 这一股梦想 让人家很有感的 就是这三颗星药 接着是巨门星 巨门星它其实就像是个黑洞一样哦 我基本上巨门星在你的命盘上面 哪一个宫位 对于那一个死空环境 就会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当巨门星出现在你的福气宫的时候 你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呢 相对的会比较没有安全感一些 所以呢在对于感情的付出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或许会比较没有办法全然的付出 总是会给人家有一点点距离的感觉 但是不要小看巨门星哦 当他一旦认定你是我的爱之后 你就会觉得他像是火山孝子一样大爆发了哦 这个是巨门星 但你知道这个黑洞嘛 因为他的不安全感哦 所以那个要小心 那个命盘上面运现的时候 有遇到了一些些杀技哦 我因为不安全感呢 所以我是不是要累积多一些 让我拥有安全感一些哦 这是巨门星在福气宫的状态哦 下一颗连真星 连真星我们付给他的一个角色定义 会有一点像是外交官一样 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外交官哦 基本上要够聪明 反应要快要灵活哦 而且我对于我的外形也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当有连真星在你的福气宫上面的时候 我就会好好的把我最棒的最棒的最好的状况表现出来 而且呢 连真星他有一个特性 他会好好的把自己管控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哦 我应该要好好的遵守这样子的规范 就像外交官他出去外国也不能乱来对吧 所以呢 我能够好好的控制在我应该要遵守的范围内去展现我的魅力哦 所以当连真星在你的福气宫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魅力爆棚的对象哦 自然而然的你也会吸引到跟你很相像的类型的对象哦 而且呢 这个连真星啊 理性感性兼具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对象呢 下一个 天象星 天象星呢 我们赋予给他的一个角色定义 他还蛮像是宰相了哦 宰相要做什么呢 我负责沟通协调人际对不对 所以像天象星在你的福气宫的时候 我对于我的感情呢 这件事情呢 我设定好了很多我应该要走的规则 那这一个人呢 这一个对象呢 至少他的人缘人际关系要好 至少他的外形打扮要好 我有我的一些些相关的条件跟规则 自然我也有可能吸引到会这样子来对我的对象哦 这个是天象星 他是对于外形比较要求的一个星要哦 那么最后一个五曲星 好 如果五曲星出现在你的福气宫哦 五曲星呢 我们赋予给他的一个角色定义 会有点类似像小将军一样哦 小将军个性也是很务实哦 脚踏实地 生活认真 个性豪爽 其实像这样子在你的福气宫位的时候 我自己是这样子的对待别人 我其实也会希望我的感情对象是这样子对我哦 像那一种啊 心思细腻啊 那种会规则的条理这样子的心要呢 他们是看不上眼的哦 你要至少跟我一样大辣辣的哦 很豪爽的 这样子才可以跟我搭配哦 那五曲星大家知道他是财星嘛 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要怎么展现我的浪漫呢 我要爱你 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 我就是给你钱 我把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送给你 我买东西给你 这是五曲星在福气宫上的表现哦 所以呢 或许大家在看他对他的感情对象的时候 是很大方的哦 当然他也会希望能够找到像这样子的对象嘛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有十四祖星 当他出现在你的感情宫位哦 夫妻宫上 你对于这个状态 你会呈现出什么样子的个性特质 你的角色扮演 那老师 我的夫妻宫上就空的啊 我就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哦 如果你的夫妻宫上面呢 不是四煞星哦 火星灵星 秦阳陀螺 也不是文昌文曲 基本上你就看一下他对面哦 对面 你的夫妻宫对面的关禄宫哦 关禄宫是什么星药 借过去解释就对了哦 抓过去 你就有那两个星药的解释哦 那如果有刚刚说到的四煞星加仓曲的话 解释起来就会四煞星的解释 或者是文昌文曲的解释 文昌星就知道嘛这是一个很有条理的 文曲星呢 我有巧思我有创意的 四煞星就是人类的冲动 可以参考一下前面有关于煞星的介绍哦 好期待其他的角色扮演工位吗 我们就下次见咯 有关于煞星的解释 ed 导音效